我是一個補習的老師 我公司對於抗爭這件事都是比較寬容的 但是我見到很多香港不同的國界 無論是國泰或者中資的公司已經開始清算 這種白色恐怖去鎮壓市民 見到這個政權有多麼耐弱 因為它只是用這些那麼耐弱的手段 去令我們不可以出聲 而不是容納各國的聲音 所以至於你說朋友 其實我很多朋友在昨天太子的地鐵站裡面 那個根本上就是一個地獄式的情境 因為速龍小隊根本衝進去見人就打 基本上很多人都被駁穿頭流血甚至休克的情況 而且最大的問題是他們阻止去救援 所有的急救隊都進不去 所以我的朋友說基本上 躺在休克的人差不多2.5小時都沒有去到醫院 見到這個情況 我們不知道傷亡的人數是多少 因為基本上沒有人進去 甚至記者朋友都被速龍小隊阻隔在外 所以這一種根本就是違反了國際公約和最基本印度的權利 你說我朋友被人捉的有 因為我們有一個學生 其實被人拘捕了說他是非法集結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但記住攻擊性武器只不過是雷射筆 我不相信雷射筆是一種比警察的槍更加恐怖的武器 所以基本上他現在冷暴的情況就是 見人見到眼罩見到口罩就會捉 那眼罩和口罩成為一個暴動的武器 其實正常人來說都是一個十分可笑的笑話